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 每年万圣夜 孩子们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服装 向大人们讨要糖果 已然成为一种满足劣迹心 与释放压力的狂欢活动项目 近几年来 偶有报道说 不知道是什么缺德人士 给孩子们的糖果里面含有大麻的成分 引起一些家长们开始反思 这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对孩子们成长到底好不好 但是也有一种人觉得 就因为你个别的缺德人士 就反思整个的节日娱乐 纯书小题大作 甚至根本不觉得大麻是毒品 还想把大麻合法化 以后服用大麻的行为 一概都不能叫做吸毒了 我也是无法理解这种脑回路 咱今天不过多讨论这群人 而是简单来聊聊万圣节的历史 关于万圣节习俗的由来 有一种比较广泛的说法 是源于凯尔特人的丰收节 英语叫Sawin 也被英译成萨温节 凯尔特人认为 十月的最后一天是夏秋分界点 也是亡灵离开阴间 在人世间游走的日子 人们戴上恐怖面具 既庆祝丰收又吓走恶鬼 至于当时为什么认为 这样能把恶鬼吓走 而不是把鬼给招来 就不得而知吧 总之呢 就是这种习俗 结合了欧洲给王者不识糖果的习惯 就逐渐演变成了今天 庆祝万圣节的形式 十九世纪 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 将这种传统从欧洲带到了美洲 而其中美国呢 在后来的二十世纪 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巨大 就把这一节日风俗 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南瓜头南瓜灯 成为万圣节的典型元素 这还真是美国的功劳 原本在凯尔特的传统里 施作万圣节的手提东冷 用的是甜菜疙瘩 英语叫turnip 传说有一个叫杰克的人 不知道是走了什么好运 居然得着一机会 把撒旦给捆树上了 当然据说 这是他第三次用欺诈的手段 把撒旦给骗了 撒旦要求杰克把自己给放了 杰克就借机跟撒旦谈条件 要撒旦保证 他死后不下地狱 撒旦不仅答应 也履行了承诺 杰克死后地狱不收他 不过估计是上帝 看了这种人 也觉得他这种狡诈 不能上天堂 于是杰克死后 虽然不能下地狱 却也上不了天堂 就成了孤魂野鬼 在人间的黑暗中徘徊 为了看清脚下的路 就拿甜菜疙瘩掏空了 做个灯笼拿手提着 后来爱尔兰移民到了美国 发现用南瓜做灯笼更容易 于是就演变成了今天的南瓜灯 可能是人们已经记住了杰克 虽然甜菜灯变成了南瓜灯 但是依然叫做杰克灯 Jacko Lantern 这些是民间习俗中万圣节的由来 那么万圣节正式的 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历史来源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诸圣节说起 诸圣节英语名称叫 All Saints Day 顾名思义就是纪念圣徒的节日 我查到的英语解释是 All Saints Day is a Christian solemnity Or Dignified Remembrance That Celebrates the Honor of all Church Saints Known or Unknown Martyred or Alive 也就是要在这一天的纪念 所有的圣徒 不管是认识的 不认识的 是已故的 还是在世的 起初诸圣节只是纪念 殉道者的节日 具体日期各地不一 大约在复活节和五旬节的前后 从四世纪开始 各教会就有这种缅怀殉道者的传统 到了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 纪念对象逐渐从殉道者 扩大到所有的圣徒 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在位期间 还在旧的圣彼得大教堂 为所有使徒 圣徒 殉道者 及忏悔者 设置了一个礼拜堂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天恰好是11月1日 也就成了后来 诸圣节固定在这一天的传统 不过这种说法 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 目前比较能得到公认的是 九世纪的不列颠 一些教会 开始把纪念殉道者的日子 确定在了11月1日 这很快就传遍了 整个天主教教会 并且得到了教皇 格里高利四式的背书 也算是正式固定了日期 今天守诸圣节的教会宗派 包括罗马天主教 新教当中的路卓宗 巡礼宗和英国圣公会 诸圣节在天主教会 更偏向于纪念已故圣徒 是一个严肃的纪念仪式 而在新教教会 则是带有些许欢庆的意思 将逝去的和活着的圣徒 一起纪念 当然传统与习俗 都是一直在变的 赋予的意义也是由人而定的 那么万圣节和诸圣节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当然是有的 而且很紧密 从万圣节的英语名称 Halloween就能看出来 Hello就是神圣的意思 Halloween源自 Hallows Eve 也就是万圣节的前夜的意思 可见现在市面流行的万圣节 其实是万圣前夜 而诸圣节 All Saints Day 也叫All Hallows Day 这才是真正的万圣节 两者就如同平安夜与圣诞节的关系 中文翻译当中 由于已经把万圣前夜翻译成了万圣节 为了区分就只能把万圣节翻译成了诸圣节 其实万圣节诸圣节本来是一个意思 与圣诞节平安夜关系不同的是 万圣节的知名度与流行度 已经远远盖过了 甚至取代了万圣节 不像平安夜与圣诞节 两者一起流行 至于这种纪念殉道者和圣徒的万圣节 与凯尔特人的鬼节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一种解释是 当年天主教会认为 凯尔特人习俗当中对王者的纪念形式 包括了对魔鬼的崇拜 于是就逐渐改封一俗 用纪念殉道者的文化传统 来取代对鬼怪的崇拜 不过在现今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模式 快餐式和碎片式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下 以虔诚捷径的心来纪念圣徒 当然是不如化妆舞会和讨要糖果来的有吸引力 教会该如何回应世界的风俗 到底是因为节日被过成了鬼节而完全排斥 甚至禁止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去过 还是通过适当的引导让人们了解其历史背景 并逐渐回转向圣洁 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